韩国清瓦台28号就日本正式把韩国从白色清单中除名一事深表遗憾 当天韩外交部召见日本中韩大使表示抗议 清瓦台国家安保室第二次长金选宗当天指出 日本近期指出韩国决定终止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是将现贸问题与交换军情的安保问题挂钩 但当初正是日方将这两个问题绑在一起 不仅如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两次表示 韩国是不可信任的国家视韩国为敌国 在双方最基本的信赖关系破裂的情况下 韩国无理由维系韩日军情协定 韩国总理李洛渊27号表示 如果日本取消对韩国的出口管制措施 韩方可能重新考虑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对此金选宗说现在是该日方付诸行动的时候 金选宗说韩日军情协定的终止 不会动摇韩美同盟 韩国政府反而会以韩日军情协定告终为契机 进一步加强韩美同盟 同一天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赵世应 召见了日本驻韩大使常领安政 就日本当天正式把韩国从白色清单中除名 向日方提出严正抗议 赵世应指出日方此举是公然针对二战韩籍劳工对日索赔胜 胜诉的报复也是从根本上动摇韩日合作关系的挑衅 韩方一直呼吁日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一问题 但日本一意孤行 韩方对此深表遗憾 赵世应强烈要求日方尽快撤销一切不当措施 认真地开展双边对话和协商 谋求合理的解决方案